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个GDK5的新特性 叫自动装箱和自动拆箱 来,什么是自动装箱,自动拆箱呢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拿一个DEMO4 GDK5 好,跟周围,粘贴 好,来看啊 自动装箱就是把基本数类型转换成包装的类型 就是把基本数类型转换成对象 那么自动拆箱就是把包装的类型又转换成了基本数类型 我们知道,INT是不是可以转成Intager啊 然后呢,Intager呢,也可以转成Int 那之前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在没有这个自动拆装箱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做的 好,这是一个Int,Int,X,等于的是100 我想把它转换成对象 那就得怎么做 Int,I,E,就等于了 你有一个Int,Int,T,然后这里面传一个X 那么这么做,这是将什么 将基本数据类型包装 包装成对象 那么这是一个装箱的过程 这是装箱 但是不是自动装箱啊 这是我们手动装箱的 然后呢,我现在想把I,I,E是一个对象的 想把I,E再变成基本数类型 那怎么办呢 好,Int,Y,等于了I,E,这个Int,Y6 这个就是将 将对象转换 将对象转换成 开吧 将对象转换 将对象转换为 基本数据类型 这个动作叫什么呢 叫拆详 这是以前的 在GDK1.5版本之前的 那么到了GDK1.5版本之后呢 它怎么做了呢 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简单了 好,来看 Int,I,E,I,E,R 你直接就可以给引用数据类型去复制 看懂了吗 那本来你必须得把它一个地址 对不对 你有个对象把地址复过去 然后现在怎么着 现在你直接就可以给它去复制 这叫什么 这叫装箱 这叫自动装箱 自动装箱 自动装箱什么意思呢 它是把基本数据类型转换成对象 是不是这就是自动装箱 你不用手动去装了 本来这个是属于我们手动去装 而这个就属于自动装箱 而底层其实它怎么做呢 跟你这个做的是一样的 就是它也通过构造 让它把这个100装成对象 再来看 我们来一个 INT C就等于什么呢 I2加上200 那么I2本身是个引用数据类型的 那它是不是里面记录应该是地址啊 但是现在I2和200能相加 我们再输出一下C 输出一下C 来看一下结果啊 来运行 大家看输出结果是300 说明什么 说明它变成了基本数据类型的 100就在 这个过程叫做自动开箱 自动 拆箱 拆箱 那么是把对象 转换为 基本数据类型 把I2 I2是不是对象啊 所以把它转换成基本数据类型 变成了100 100呢再跟200去相加 然后呢 出现这个结果 那么其实底层用的也是它 用这个 Value of 把它转换成了对应的 印度值了 这个好理解吧 一个是装箱 一个是自动拆箱 这个是GDK1.5的新特性 那在面试题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考你啊 说你给我说出几个GDK1.5新特性 那么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后面会陆续的再去学几个 好 注意事项啊 Integer x等于None的时候呢 就不能这样自动拆装箱了 来看Integer x等于None 然后呢我们再来 再来一个IntA就等于了I3加上 I3加上这个100 好了 我们打一下这个A 打一下A 然后我们来运行看一下结果啊 那么I3里面记录是None对不对 好 来运行一下 运行 大家看怎么了 出现了空止针一场 那么你这里面啊 它本来记录100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对100进行拨装啊 而你记录了None的时候呢 那你I3里面记录是None 就没有记录任何一个对象吧 是不是就是空止针的啊 然后空止针的话 你再想用I3去调用IntValue IntValue 它底层就相当于I3在调用IntValue 对不对 那你调用IntValue的时候就出现什么 你用None去调用方法 就出现了空止针一场 底层 底层 用I3 I3 I3调用的是IntValue Value 但是I3是 但是I3是呢 那么None 那么None 调用方法 就会出现什么样 空止针一场 空止针 一场 就是这个NonePointer 一个Solution 固执针 固执拿出来 好了 那这就是这个 这就自动装箱和这个自动拆箱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就说到这里 现在 我会不会说 我会不会看